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是明史 那么 这个二十四史呢 都是记转题的 所以后来从这个 而且二十四史呢 就是等于只有一部是通史 就是史记 从史记开始后边的 以后从汉书开始啊 后边的二十三种史书 都是断代史 断代为史 所以这个后汉书呢 就是记转题的东汉史 它的记转部分呢 一共是九十卷 是南朝 南朝咱们大家都知道 宋齐良辰 南朝的宋朝的 赞业 后汉书呢 还有 志 志的部分呢 是三十卷 它的作者呢 是晋朝的司马彪 两者合计呢 是一百二十卷 它记载呢 从东汉 光武帝到 汉献祭 东汉献祭 一共一百九十五年的 史诗 下面咱们先说一下 后汉书的作者 一 后汉书的作者 范叶 范叶呢 他生族年是 公元三九八 到公元四四五 大家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来 这个人活得还不到五十岁 四十八岁就去世了 那么他 实际上呢 他也不是正常死亡 他是 等于是 被人家谋害 而被杀了 他范叶呢 自魏宗 渗阳人 就是现在河南 西州人 河南西川人 他的祖父 范宁 就是列宁的宁 曾经做春秋古梁传几节 南朝宋文帝 元家年间 他做左卫将军 太子詹士 这太子詹士呢 就是辅导 辅导太子的 也是太子的老师 当时呢 宋文帝和他的弟弟 腾城王 刘义康 两个人之间呢 政治矛盾越来越尖锐 而范燕呢 是刘义康的老部下 所以呢 他在元家22年呢 以谋反罪 被杀掉 所以他实际上呢 做了皇帝和他的弟弟 两个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他死了 他死的时候呢 只有48岁 半夜35岁的时候呢 被降职为宣承太守 当时呢 他郁郁不得志 所以呢 就开始 撰写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后汉书 一直到被杀 一直到被杀呢 写成了本纪十卷 列传八十卷 还有志十卷 一共是一百卷 当然在这个翻阅趋势之后呢 这十卷志书 就失传了 所以现在咱们看到的 后汉书里边的志呢 是晋朝的司马彪 所写的 司马彪自少宠 是河南温县人 是晋朝的高阳王司马牧的长子 他年轻的时候呢 非常好学 但是呢 他行为欠佳 有的书里记载他好色 所以呢 这个司马牧呢 就是他父亲呢 不让他继承这个王位 不让他成为高阳王 这个人呢 他还挺争气啊 因为他父亲看不上了 所以他就发愤读书 而且呢 写成了续汉书 一共是八十三卷 其中呢 有记转 而且呢 里边呢 有志三十卷 半夜去世之后呢 有人就把这个司马彪 续汉书里边的 三十卷的志 补充在 范页 和写的这个后汉书里边 前面的记转呢 是范页的 后边的志呢 是司马彪的 这样呢 司马彪的这个 三十卷的志呢 也一直流传到今天 而司马彪 他续汉书里边的记转呢 都失传了 第二点的史料来源 这是这个后汉书的史料来源 范页开始写书的时候呢 是公元四三二年 距离东汉王国 东汉王国呢 是二二零年 已经是二百多年了 所以呢 当时呢 已经有不少 已经写好的 东汉的史书 主要有刘真 等人写的东关汉记 谢成 后汉书 华侨 这侨子离山字表 一个侨子 后汉书 这咱们听一下就可以了 元宏 后汉记 等十余种 所以范页的书呢 它是在 集各家之城的基础上 而写成的 而在他的这个后汉书 惯世之后 刚才说的 就在他之前的这十几种 除了元宏的后汉记之外 都逐渐失传了 而这个书呢 能够流传下来呢 应该说呢 它肯定是 有比刚才说的十几种书 都优长的地方 所以那些书失传了 而他的书流传下来 这个呢 也是咱们中国史书流传的一个规律 就是说 一般的来说 都是最好的那种 流传下来 而质量比较差 或者是 有什么问题的 或者是其他方面问题的 那他就比较容易失传 第三呢 是边转方法 和史记汉书相比较 后汉书呢 在边转方面呢 做了一些改进 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 他把外戚传 改为皇后本纪 史记汉书呢 里边记皇后呢 除了吕后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 吕太后 这个司马先为他 这个写了一个吕太后本纪 除了这个吕后之外 其他人呢 都被列入外戚传 后汉书呢 则是把这些皇后 都写入本纪 这也可以说是 对妇女的一种共识吧 第二呢 是新增七种类传 所谓类传呢 就是一类人的传 这七种类传呢 就是党固传 患者传 文愿传 这什么叫党固传 所以当时咱们马上就要讲到 患者传 就是幻官 文愿就是 文愿传 就是在文学方面 特别突出的人的传 独行传 就是特立独行的 就是说这个人 和世俗很不一样的 很有 很有自己的见解的 这样的人的传 方数传 这方数咱们已经讲过 就是也叫数数 就是说在 就今天咱们讲的这些预测书 比如说单卜 欲捕星象 这些 一名传和猎女传 使记转即使书 所记载的社会侧面呢 更为通负多彩 第三点呢 是使用类续法 编刺 周密 这个后汉书里边 以不同时代 但是人品相同的人 何为一传 这就是所谓类续法 就把不同时代的 但是人品相同的人 何为 合计在一个传 传记里边 成为后汉书的 一个大 一大特点 第四点 一世不良载 这是 还是一个事呢 和好几个人 有关系的 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写了 在其他人传记呢 就一段而过 从以上四点呢 可以看出呢 这个后汉书呢 它体力比较周密 第四个大的方面呢 是评价 对这后汉书的评价 它的优点呢 首先就是体力周密 就是上述 就是上边咱们讲的这四点 第二点呢 是爱政分明 这是后汉书里边呢 表现出对鱼肉百姓的 豪强 极端的厌恶 而对那些 刚正 不畏 不畏强暴的人呢 给予热情的歌颂 这个在二十四时里边 也是比较突出的一点 第三点呢 是它的意论 有独到的见解 比如 它称东汉的县帝 为婚主 而称曹操 袁绍 为群英 这个在当时来说 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曹操呢 他是 咱们大家知道的 曹操是篡权的 所以呢 封建社会呢 两千年来一直在 骂他 直到工作 才给他翻诞 而范燕呢 他当时就 提出 说他是群英 确实是 很不容易 而第四点呢 他这个文学成就 也很高 就是他的文笔 也非常优美 这个咱们 大会儿 学习这个 华汉书的 传的时候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缺点呢 不多 主要是对 黄金起义呢 持否定的态度 这相对于史记来说呢 就是一个脆波 因为史记呢 他是为陈舍 陈舍起义 做世家 陈舍世家 对这个农民起义领袖的 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个当然在后世 而四世里边 也是 仅有此理 他的这个注释 如果大家这个 后汉书里 有兴趣的话 比较好的注释本 就是清末 王贤千 他做了一个 后汉书集解 这个集解呢 他网罗了 唐宋以来 各家的注释 所以呢 是注释后汉书 最完备的本子 版本里面呢 现在迄今位置呢 还是中华书局的 二十四十点 这样本 这也是咱们最常见的 下边咱们要讲的 课文是叫党固列传序 那么什么叫党固 这个党固呢 是东汉时期 非常 粗粗的一个历史事件 关于什么叫党固 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 咱们 养固列传序 咱们下边呢 还要讲 梵旁传 这个都是 和这个 东汉这个党固 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这个党固 到底什么意思 咱们 应该了解 党固之祸 是东汉后期 统治集团内部 发生的 一场激烈的 政治斗争 东汉时期 宦官和外戚 宦官这咱们都知道 外戚 外戚呢 就指皇后的 人家亲戚 争权夺利 交替 把持朝政 到汉皇帝时 宦官专禅 引起了 一部分 豪强地主出身的 官僚 和地主阶级 知识分子的不满 李英 陈帆 等官僚世代夫 联合 太学生 郭太 贾彪 联合太学生 郭太 贾彪等人 对宦官专权 进行 猛烈抨击 进而 品评人物 批评朝政 打击宦官 和他们的党羽的 贪赃忘法的行为 到延熙九年 延熙是年号 延熙九年 这是公元166年 宦官 指使人 诬告 李英 等 接党 匪善朝廷 危害设计 皇帝 于是下诏 逮捕李英 等 二百多名党人 入狱 四年下令 把党人 犯规 填礼 就是犯规 相信 把这个封回到乡下去 禁雇终身 不得 做官 这就是第一次的 党雇之祸 这个党呢 这是党人 这个雇呢 就是禁雇 刚才说的禁雇终身 不能再 再做官 这叫雇 这个党 咱们现在一说党都挺好的 共产党 对 很好 但是在古代 这个接党 它那个党就是指的接党 因私的一个党 就是一说党 就是说和朝廷对立的 所以这个党人 它实际上就是等于是一个罪名了 所以党雇 就是对党人的禁雇 就把这些人定为党人 就像 咱们58年定右派一样 把这些人定为党人 然后把他们禁雇终身 永远不能做过 197年 汉环帝去世 汉灵帝 又年继位 外戚 斗武 斗武之政 启用党人 就把那些 就是以前禁雇那些人 又给 又给这个什么 招雪平反 又让他们出来做官了 并且呢 和太父 陈三 合谋 诛杀宦官 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 没有成 而且呢 由于泄密了 所以呢 这个 斗武呢 被杀掉 建宁二年 就169年 汉灵帝 在宦官 侯懒 曹杰的挟持下 侯懒曹杰的挟持下 抓捕了 李英 杜密 等 一百多人 把这些人呢 抓到监狱里 而且 猝死 崔弹如此呢 还陆续杀死 刘范 关押了 六七百人 到了公元176年 又下令 凡是党人的 门生顾利 就是他的学生啊 和他周围的同事啊 父子兄弟 以至五福以内的亲属 都禁锢终身 就是都 忠生不让作官 这就是 东汉时候的第二次的党固之祸 党固之祸呢 前后延续了18年 一直到 184年 黄金起义的时候 就东汉 莫的黄金起义 东汉 王朝呢 才废除党固 启用 党人 就是让这些人重新做官 共同镇压 农民起义 这次事件呢 充分反映出 东汉政权的日趋腐朽 和当时社会危机的 不断加深 对于这次事件呢 后汉书党固列传的 有比较具体的记载 这篇列传的包括一段序言 和21个党人的传记 这个 所以咱们呢 就是 一个呢 是要学一下这个 就是这个党固列传的这个序 还有呢 就是选择其中的这个 范庞 范庞传 这篇传记呢 它 从一个侧面呢 反映出了 党固之祸的历史情况 下边呢 咱们就开始 学习这个 党固列传序 童子曰 信相近也 习相远远 愿事物之本同 而千染之不易也 不刻意则行不似 千物则其至留 是以圣人 导人理性 财义 荡义 慎其所语 节其所偏 虽情品万驱 志文义数 至于桃乌镇俗 其道义 书莫交额 王道龙缺 而有 甲人 以孝己 平义 以济公 举重于理 则强梁 齿气 片眼美正 则私财解情 盖前者之遗尘 勇足情 从这段 咱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后汉书 它从时间上讲 比史记汉书 都要晚很多 晚好几百年 但是 从文字上讲 也并不简单 上次咱们讲了 汉书是 二十四十里边 文字最为古奥 后汉书 它文字还说不上古奥 但是有些地方 也还是比较难的 像去文 它会比较难 这样 咱们在学习的时候 对去 还得比较重视一些 这个也可以说 是咱们 这一阶段里边 一个蓝点 彭子曰 姓乡敬也 习乡远远 这个姓乡敬 习乡远 咱们今天经常说 大家不知道 大家是不是 完全理解 这个姓乡敬 习乡远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姓 就指着人的本性 这个 这个 这姓乡敬也 习乡远远 这是出自论语洋货的洋货篇 是孔子说的 这个姓 指的是人的本性 这个习 指的是人的习俗 所以可以翻译为 孔子说 人的本性 是相近的 而人的习俗 却相差甚弯 言事物之本同 而谦然之独一 事物 在这儿呢 是一对反义词 事呢 是指爱好 所以咱们今天说 事好 就是指的爱好 那么 物 指的是厌恶 事物之本同 就是说呢 这个人呢 生下来之后呢 他的 这个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最开始的时候 是一样的 而谦然之图一 这个图 和咱们今天说的路途的图 是相通的 在这儿就是 途径的意思 谦然 谦然是 变化的意思 改变 所以今天咱们说 多年之变迁 三十年之变迁 染 是指 沾上坏习惯 叫染 所以 这两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就是孔子说 刚刚咱们说了 这说的是 人爱政的本性 是一样的 而人受环境 习俗的影响 发生变化的 附近 却不相同 不刻意 则行不四 千物则 其之留 刻意 这和咱们现在 和咱们现在说的 那个刻意 刻意干什么 都不是一个意思 这刻意 在这是 克制自己的 欲望的意思 克制自己的 欲望 意念 则行不四 就是行为呢 他就不会很放肆 千物则其之留 千物 在这儿是 被动用法 这个物呢 在这指的是物欲 这是被物欲所牵制 这样呢 他的志向就会 这个流呢 是流荡散乱 就会丧失他的 这个 进取心 是这个意思 这样就可以 更欢迎 人如果能够 随时克制 自己的意念 和欲望 他 就不会有 越嘴的行为 而如果被欲望 所诱惑 那么他的志向 就会消沉 是以 是以 就是 就因此 所以的意思 圣人 导人理性 才义 荡义 导人理性 就是 这个导是引导的意思 嗯 才义 荡义 荡义呢 这个荡义两个 啊 这个荡 就 通这个 放荡的那个荡 这个义 通这个 就是安义的 那个义 所以这个 这个财 这个财义呢 在这儿呢 就是 制止的意思 啊 去掉 去掉 放荡的行为 圣其所语 于 节其所偏 所语于 这是 他所参与的活动 啊 这个 这个圣 和节 啊 有始动的意思 啊 对他的 所参与的活动 很谨慎啊 对他 节其所偏 啊 这个偏 就是偏好 啊 虽倾品万驱 志文艺术 至于 桃路正俗 其道义 虽倾品万驱 情 在这指的是 性情 品 在这指的是 品格 万驱 啊 就是 有很大的差别 啊 千差万别的意思 志文艺术 在这指的是 艺术呢 就是不一样 啊 意义就是不一样 啊 志文 在这指的是 人的本性啊 或者是 志多文少 或者是 志少文多 啊 那志是什么意思 志在这指的是 志朴 啊 非常志朴 文呢 在这指的是 很有文采 啊 所以这是人的本性呢 或者是 很志朴 很志朴 而缺少文采 或者是 很有文采 或缺少 志朴 啊 说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它是不一样 艺术就是不一样 至于 桃物正俗 桃 是桃也的意思 啊 引申为教育 正 是 振兴 兴起 所以呢 这个意思呢 就是 造就人才 振兴 社会风气 啊 至于 在这 可以 欢迎为 啊 说道 啊 说道 造就人才 振兴社会风气 其道一也 啊 那么 他的道理 是完全一样的 这两句 可以这么翻译 因此 圣人 启发 诱导 人的 理性 去掉 他的放荡 行为 慎重 选择 他所参与的 活动 截至 他所 天爱的 东西 虽然 人们 性情品格 各不相同 智力发展水平 也都不一样 但论到 造就人才 振兴社会风气 那 他们所要走的道路 是 一样的 好 这节课 咱们就先讲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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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